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台湾打出字号的疗愈戏画家黄冠宇 最近引起画坛一阵旋风 2022年4月7号上午 黄冠宇又在台南新宁市府明治市政中心 举办大地自爱创作各展 因为画风独特 作品充满了无形魅力跟吸引力 所以这次的大地自爱画展 吸引了不少贵宾跟民众前来欣赏 画展现场还请来南投县信义商的咖啡王子 提供又香又浓的咖啡 甚至连主持人都可以上台高歌一曲炒热气氛 黄冠宇说自己创作的疗愈戏作品 就是要让大家轻松快乐 感受画中之美 希望将这样子的疗愈的艺术 也带到了我们的台南 然后希望我们台南的所有的艺术家 在艺术的创作过程中 更有灵感 更有创造力 然后结合我们所有的台湾的这种 发起的这种艺术的氛围 跟其他商业的一些结合的契机 年轻热情活力 又充满感性理性的黄冠宇说 他的画作呈现出完美的线条 有艺术创作的火花 感受出天地万物的感情 以充满灵气的作品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走出疫情 自认为有佛缘的黄冠宇说 他很感谢台南市议员陈坤和 跟圣爵士资源法师 以及很多亲朋好友 从各地来到市政府的民治中心 展览会场 来给他加油打气 尤其是圣爵士资源法师 就给他很多灵感跟创作的启发 管理老师他非常用心 而且在他的一笔一画 其实是非常寄精会审的 我们详细的看 你用心的去看 而且是用我们的真脸 第三脸 你密密的去看 你可以看得出 他里面的绝窍的地方 那时候的感受 叫做不可输议 黄冠宇这一次的大地自爱化展 从2022年的4月6号开始 展出到4月29号为止 因为整个展出的期间不到一个月 民众要赶紧把握机会跟时间 走一趟台南新营的 明治市政中心一楼大厅 感受黄冠宇的创作之美 体会温暖快乐的大地之爱 记者陈文旭 萧潮泉 李嘉金台南报导 去行 creator 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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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行动 到山大地之中